本来菲律宾已经跑到黄烟岛去 但现在仁爱礁没有忘记 再在这里要运送补给 你看到10月4号 大陆海警一大早就发布了公告 那当然就是有没有非常的愤怒 总共是菲律宾两艘运船 两艘海警船 一起往仁爱礁附近来冲 要运送违规的建材 在这个结束之后 菲律宾发表了声明 告诉大家怎样 说大陆要试图封锁 骚扰干扰等等之类的 但是最后成功运补 有没有成功 告诉你我成功了 因为过去大陆有阻挠 因为只要是发现上面有建材的话 通通不可以 但这次我带着建材 但是我成功了 然后你就看到 大背景就是10月2号 此刻正在进行的 美菲日本法国印尼纽西兰等等的联合军演 总共是7个国家 那在刚刚辫子妹公布的画面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感觉上像是一个有备而来 他拍下了所有的画面等等 那个传的从主观镜头来看 真的是值得 可能是值得菲律宾好好的大肆的拿出来做新闻 张将军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一切一切 对从这个动作来看 对这个仁爱礁的紧张程度是超过黄岩岛 这两个都有争端 我们说黄岩岛他就割那个海上的那些 那伏法把它线割断 但是仁爱礁因为有坐摊 有马德雷山号 上面有菲律宾的海军路论队在上面 所以有人他比较复杂是仁爱礁 但是仁爱礁中共的有一些优势 就是旁边的我们知道那个主币礁 就在旁边 美济礁在旁边 美济礁在旁边 刚好就直接就过来 才30公里 30公里的船很快 很快就到了 中共大概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他掌握情报 你看马上船就过来了 他的海警船 这扣斯卡马上就过来了 第二个他海警船有决心 就跟他垂直90度挡在那边 所以你看他 他是3000吨 菲律宾的大概1000吨 因为菲律宾 你看这个船 你觉得这个大小大概几个 大概1000吨 因为近的关系 感觉到他是比较大 对因为从这个视角看 好像蛮大的 感觉到菲律宾比较大 然后感觉到中共比较 因为他远边 远边相对比较小 而且在靠近的时候 你注意看 菲律宾本来是全部加速 后来他返奖 你注意看他浪花不见了 就浪花跑到他旁边前面去了 他在剪刹车 你看他现在浪花跑到中间了 对但他做了一个冲撞的动作 当然到最后他是刹车 你觉得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他动作就是说 他对 一下后来通通减速 不要撞上去 但是他在做这个冲撞动作的时候 你看到大陆之后海警船 也完全没有退让的 没有 迹象完全没有 就直直的停在那 就直接横在他前面 就是挡在前面 不让他过去 而且是在十六公里 大陆的除了情报掌握 比较前 所以大陆笃定了 他不敢撞 就不敢撞 你看他直接挡在前面 那菲律宾没有撞 他整个返奖 我很注意到他的浪花 他后面的浪花都不见了 因为泛水 你看他现在浪花很明显 他浪花后来不见了 跑到前面去了 整个就变成反奖 就是反向了 那就是海上刹车了 变成这个状况 但菲律宾讲是运补成功 你记不记得上次 就运补没有成功 大陆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过去让你去 是因为人道救援 你送食物是OK的 送淡水是OK的 但你如果送建材 要加固的话就不允许 但菲律宾这次特别强调 是成功的 他这个是 因为菲律宾这个 他用的是海警船对海警船 但是他运补船过去了 他没有了 海警船对海警船 所以拦住了 但是问题是菲律宾 他从巴拉望岛 因为巴拉望岛距离人海较近 那从巴拉望岛 他又用渔船 但大陆的这个 大陆之前讲 如果是加固的话 就不允许 所以这次如果说成功达证 当然是非方的说法 那如果成功达证 是怎样 是猝不及防吗 那如果成功达证的话 是食物跟药品 药品过去 那水泥钢筋你怎么搬 他加固是要水泥跟钢筋 那你至于 所以菲律宾讲的成功 他讲的成功 他没有讲说是补给了什么 是建材呢 还是食物呢 食物 因为中共讲了 不让他建材上去 那至于食物 还有消毒用品 还有药品 那是基于人道的问题 那是人道的问题 你有时候 你不能让这七个海军团队战 他七个海军团队在上面 所以你看到菲律宾在这个时候 来这一出 是不是跟这个军演有关 对 你看来 他就没有讲说 他只要成功运补 有没有说讲成功运补建材 来加固的用品 没有 但是你如果是饮食用水 你不能不把用水用上 淡水给他送上去 要人道上面 那你如果是这些 中共可能在上面 他会做一些某些程度的人道的让步 那现在讲到这个 讲到的军演 这个齐心协力军演两个礼拜 因为12月2号到10月13号结束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但是他比例规模不大 总共通通加起来1800人 那1800他演义公布 做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海上搜救海上救难 另外一个是反潜 他没有讲到要去护航 那换句话说一个海上救难一个反潜 就是这样做 但是其他还有七个国家派观察员 感觉好像很大 但是他派的是军事观察员在旁边 加拿大日本 包括在欧洲的 包括法国跟英国 那这边是加拿大 那还包括澳大利亚 还有纽西兰 还有包括印尼 所以加起来是七个国家 那这七个国家是派观察员而已 实际上在演习的 这也是美国跟菲律宾 那美国菲律宾现在变成常态性演习 从肩并肩开始 这个完毕了 此起彼落 你看现在齐心协力演习在做 那完毕之后 下一个又有演习 又另一个代号 可能背靠背又来 对 但在这个演习前 包括演习中 你就看到菲律宾动作特别大 之前是这个仁爱交 后来黄岩岛 黄岩岛那时候也是找船去冲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新闻 包括他们的总统都讲话了 国防部长也讲话了 而且这个口径都很呛 那今天这个应该是突如其来 因为一大早 我们看到大陆海警队 就公布了这个讯息 刚辫子妹所播出的是一个最新的画面 来黄岛岛第一时间掌握 这个事情应该还会再继续下去 我们也继续关注下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